不要许多人做教师 因为你们知道 我们做教师的要接受更严厉的审判 原来我们在许多世上都有过失 若有人在言语上没有过失 他就是完全的人 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 我们若把脚环放在马嘴里 使他们驯服 就能控制他们的全身 再看船只 虽然盛大 又被强风猛吹 只用小小的舵 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 同样舌头是小肢体 却能说大话 看哪最小的火 能点燃最大的树林 舌头就是火 在我们白体中 舌头是个不易的世界 能玷污全身 也能烧毁生命的轮子 而且是被地狱的火点燃的 各类的走兽 飞禽 爬虫 水族 本来都可以制服 也已经被人制服了 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 是永不禁止的邪恶 充满了害死人的毒气 我们用舌头 送赞我们的主 我们的天父 又用舌头诅咒 照着上帝形象被造的人 送赞和诅咒 同一个口出来 我的弟兄们 这是不应该的 全员能从一个出口 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 我的弟兄们 无花果树能生出橄榄吗 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 咸水也不能流出甜水来 这是上帝的道 感谢上帝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天父我们很感恩 今天我们可以再一次 在主的爱里相聚 求主在这个时候 开我们的眼 开我们的耳 也开我们的心 让我们更多的 看见你 听见你 也更深的认识你 再一次被主 你的话语所激励 求主在这个时候 恩高这个讲台 也恩高我们每一位 弟兄姐妹的心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弟兄姐妹 在现在这个时候 我请 从惠丽这一排 一直到第五排 就是惠丽这一排 苏儿师母这一排 还有蔡婷姐妹这一排 翠莲传道这一排 昭明姐妹这一排 这五排的弟兄姐妹 我请你们起立 谢谢你们 现在请你们坐下来 谢谢弟兄姐妹们 你们的配合 所以刚才我就是这样子请大家起立 又请大家坐下来 你们就都起立了 也都坐下来了 所以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到 人的言语是很有能力的 感谢主啊 也谢谢你们的配合 好 我们刚刚过年啊 今天也是正月十五 俗话都说 过了十五才叫过完年啊 对 我们刚刚过年 那我们见面 我们都会说 新年蒙恩 那孩子给父母亲 给长辈们拜年 也都会说一连串的祝福的话 甚至在以前的人啊 长辈们 在过年的时候 就是在除夕夜当晚 父母亲给了孩子红包之后 孩子们最好就不要再讲话了 为什么 因为怕孩子讲错话 讲不吉利的话 害到整家人一整年呢 当然 这个是迷信呢 现在我们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风俗了 但是 新的一年 每个人都希望听到祝福的话 希望这一整年都得到祝福 所以 承你贵言 承你贵言啊 就是这个意思 盼望对方所说的祝福的话 所说的好话 都能够成就 当我在怀恩言的时候啊 我还记得很清楚 那个时候 我是在神学院读书 当时我上的那一门课 是路加福音 当有一天 那天早上 我去上这门课的时候 当天 圣经里面的一个词啊 就是路加福音 就卷书的 一个词 就深深地感动了我 弟兄姐妹 你们能够猜到 这是哪一个词语吗 对 我听到下面有人说了 就是恩言 恩言这个词啊 就是 说智慧的话 说祝福的话 说造就人的话 说圣经 上帝 神的话 也说恩典的话 所以后来 我当下看到这个词 我就很喜欢这个词 所以后来我们就商量 就给孩子取名叫恩言 是 感谢主 那在 其实在创世纪 第一章的时候啊 神说要有光 就有光 神说要有空气 就有了空气 所以上帝是以言语 以话语 创造这个世界 可见 可见 言语 话语中 是带着权柄 和能力的 生死 都在我们的 舌头的拳下 事实上 言语 在我们的人生 人生中啊 无论是信徒也好 还是 非信徒也好 的确 都是 生活体现的 很重要的 一个部分 时刻 都会影响 我们自己 也会影响 我们身边的人 没有人 能一天 不说话 也很少有人 能在一天 不说一句错话 问题是 有时我们 说了错话 我们自己 都不知道 许多人 在信主之后啊 别的方面 都改变了 但是 口啊 这张口啊 却始终 没有改变 所以有人说 他的人是死了 但是 口还没有死 就是 很爱讲话的意思 讲不停啊 口啊 一直讲不停 可见 谨慎言语 也实在是我们 基督徒 不可忽视的 一个很重要的 属灵的功课 也是一个基督徒 很成熟的 属灵生命的体现 经文一开始就说 不要多人做师父 为什么不要多人 做师父呢 因为做师父的 虽然在人的面前 多得一些虚名 多受人的称谕 但是 在神的面前 会受到 更多的审判 也要向神 多交账 为什么呢 因为 在初期教会 使徒 先知 教师 是很重要的 侍奉神的三重的职份 那教师的侍奉 也不是根据 这个人的理想 或者是爱好 而是根据 上帝的呼召 和神的恩赐 是有责任的 更是有使命的 保罗说 他传福音 是出于不得已的 所以他成为 教导人的人 其实也不是 他自己选的 而是上帝 把这样的职份 和恩赐 托付给了他 教导人的人 如果啊 只是能讲道 但是 却不能行道 只是能 教导别人 但是 却不能 教导自己 只是好为人师 荣耀自己 却不是 倾到生命 造就别人 那就是 明知故犯 最佳一等了 将要受到 更重的判断 我们的经文的第一节 所以我们在祭坛上 一直讲 该怎样做得最好 其实我也是在反思 无论是我自己 还是其他的牧者 还是我们的领袖 我们的组长 分享神的话 教导人 我们也要常常 真的要常常 这样的反思 是不是我们自己 也常常做不到 也常常行不出来 这教导的职份 可以带来荣耀的冠冕 也可能带来 我们的骄傲 如果 教导人的人 没有好好地 活出这样的生命 我们以神的话 去教导人 去劝勉人 甚至是去责备人 但是我们自己 却没有办法 行出来 活出这样的生命 我们所行的 与所说的 所教的 都不同 那么将来有一天 我们会见上帝的面 上帝的审判 也会临到我们 为什么 因为 路加福音 告诉我们说 多给谁 就向谁 多取 我们所 教导别人的 将来 也会是 主用来 审判我们的标准 那我们 只有 坚守 所教 真实的道理 才能将 纯正的教训 劝化人 又把争辩的人 驳倒了 我们做教导 最重要的 侍奉的工具 是我们身体中 最难控制的舌头 我们每个人 常常都以口舌犯罪 不单会绊倒别人 自己也因此 就会绊倒 就好像最近 有一个大学的讲师 他走在街上 向一对 异族的情侣说 丢人现眼 这是他蓄意 伤害他人的 宗教 种族情感 结果 他被罚款 甚至 连工作都丢了 还要受 牢狱之苦 所以一个 能勒住口舌的人 也能勒住 他自己全身的人 这才是 属灵成熟的 完全人 我们在 教导别人之前 我们也要先求 圣灵 洁净我们的内心 才能管住我们的口 才能在话语上 没有过失 可见 雅各 他是用很谦虚的态度 很谦虚的态度 提出一种 高尚的 属灵的德行 也是 作为我们基督徒 我们共同 追求的目标 雅各说 我们用心追求 一种属灵的德行 一种生命 一种关乎 灵命近身的操练 远胜过 追求一种 可以得人尊敬的地位 所以 我们真的是 要先有 这样的生命 我们才能得着 人对我们的尊敬 我们生命的体现 包括我们的品格 人格 性格 修养 都能够体现出 耶稣基督的 新香之气 远远胜过 那个教导的职份 那个贤头 我们都应该 渴慕这样的生命啊 弟兄姐妹 我们一起加油 好吗 阿们 感谢主 我们继续往下看啊 雅各说 原来我们在许多的世上 都有过失 雅各也很谦卑地 用我们这两个字 就是把他自己 也包括在许多的世上 都有过失的 那个行列中 他自己也不是完全人啊 说明他自己在话语上 也是有过失的 雅各也曾经 讥笑过主耶稣 弟兄姐妹 你们知道吗 这个经文是记载在 约翰福音七章第三节 至第五节 雅各之前说 哎呀你这么厉害 你在加利利 行了这么多的神迹啊 你怎么不去耶路撒冷 叫你的门徒 也看见你所做的 耶路撒冷在当时是 政治跟宗教的中心 那耶稣就回答 他说 哦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所以雅各这样讥笑主耶稣 是在他还不信 耶稣是主的时候 所说的 所做的 所以雅各啊 就是我们今天的 这卷书的作者 他是主耶稣的弟弟 同是玛利亚所生的 那后来雅各 写着卷书说 若有人在话语上 没有过失 他就是完全人 所以从他的这个语气 是很不肯定的语气 若有人在话语上 没有过失 就可以看出 在他所认识的人中 还没有什么人 在言语上 是没有过失的 就是找不到这样一个人 找不到这样一个好榜样 当然 主耶稣除外啊 所以从雅各的语气 我们也看出 他也很向往 他也很期待 他自己能够在言语上 没有过失 也能够不要讲错话 这也正是我们 应当竭力去追求的 一个人一口气 把话讲出去 就不能够再把它收回来 我们都知道 讲出去的话 就好像是泼出去的水 永远也不能够收回了 即使后悔 哎呀 悔不当初 我不该讲这句话 但是也还是讲了 讲话的内容 讲话的这个效用 被人听到 就会一直存在 所以如果要少说错话 的一个方法 就是少说话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圣经 真言书说的 真言书说 多言多语 难免有过 禁止嘴唇是智慧 多言多语 难免有过 禁止嘴唇是智慧 就是话多错多 要说 我们就小心谨慎地说 多说 不单自己多错 也给听的人 多听错的机会 好 今天我们这堂道的 经文的内容 其实是非常的丰富 那在接下来的 几节经文中 雅各用了几个 很简单 也是很有意义的比喻 也让我们知道 我们为什么 要约束 我们的舌头呢 第一个比喻就是 绝环 经文打在上面 我就不读了 时间的关系 那什么是绝环呢 绝环呢 我们来看这个图 这个就是绝环 看图片 这就是绝环 是为了方便 控制那匹马 横放在马嘴里的 一个小铁环 两端连在 套住马嘴的龙头上 OK 这个就是 放了绝环的马 这绝环已经放在 马嘴里了 所以想象一下 马嘴里如果放了绝环 马就会顺服了 那骑马的人 就可以随意的调动 和驾驭那匹马 如果一个人 骑在没有绝环的马上 我们可以思想 后果会怎样 就是不能够按着 骑马的人的意思 不能够按着 我们的意思 四处走动 倒要是按着 那匹马的意思 到处走动 没有绝环的马 就像一匹野马一样 野马是怎样 乱跑乱跳 人坐在他的身上 就很危险的 那如果我们把绝环 放在马嘴里 不单能叫马顺服 而且还能 调动马的全身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绝环 虽然只放在马嘴里 但是它的作用 却不只限于马嘴 而是马的全身 都能够受你的控制 也受你的约束 你要让它向左 它就向左 你要让它向右 它就向右 你要让它向前 它就向前 你要叫它停下来 它就会停下来 所以一个绝环 竟然能够起到 控制马的全身的作用 所以我们基督徒 我们如果没有在真理上 受约束 也好像是一匹 没有绝环的马 我们的口随便讲话 口哗哗呀 说大话 也不分时间地点 场合的乱讲话 想说什么 就说什么 完全不受约束 所以在言语上谨慎 懂得如何 勒住我们的舌头 虽然似乎 只是小小的舌头 受约束 但是实际上 却是整个人 整个生命 我们都受到约束 我们就谨言慎行 最终呢 也使我们的生命 得着益处 弟兄姐妹 有一件事 我们要很清楚的 就是事实上 当我们有些话 想说 而又不能 禁止不说的时候 使我们觉得 很难过的 使我们觉得 很不舒服的 其实不是我们的口 而是我们的 对 而是我们的心 我们是不是也有时 感到心里很不爽 在死忍活人吗 忍到我们整个人 都很不舒服 然后我们很想骂他 很想讲他 很想说 真的很想说 但是我们却没有说 感谢主啊 忍过来了 这却没有说 那是对的 所谓的口不遮严呢 就是心里想什么 口里就说什么 圣经也告诉我们说 善人 从他心里所存的善 就发出善来 恶人 从他心里所存的恶 就发出恶来 所以 管束我们的口 也是使我们的心 调对 顺服上帝 控制我们的口不说 也就表明 我们的心 也不愿意说了 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一起说 阿们吗 阿们 感谢主啊 感谢主 好 我们再来看 船舵 我们知道啊 那个小小的舵啊 在开船的时候 小小的舵 是船的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一只船 之所以有用 一艘船啊 之所以有用 并不只是因为 他能够装载货物 他能够在大海上 航行 行驶而已 而是在乎 他能否按照 开船的人 就是那一个 掌舵的人的意思 往 他要去的目的地去 照一定的方向 航行 船舵 就是决定 船的航行的方向的 如果一艘船 没有舵 也就好像是一艘废船啊 在海上 漫无目的地漂浮 那我们身体中的舌头 也是一样 虽然舌头 在白体中是最小的 却能说大话 什么是大话呢 就是说那些 不着边际的话 或者是虚夸的话 欺哄人的话 不诚实的话 谄媚的话 或者是常常说一些 口是心非的话 别人就会透过我们 口中所说的话 和我们的行为 就是我们这个人 来认识我们 我们所说的 和我们所做的 是不是言行一致呢 真假 很容易就被识破了 主耶稣基督 也是我们的生命的掌舵者 如果我们的舵 在掌舵者的手中 它就能随意 转动我们的全身 让我们成为有用的船 不然的话 我们的人生 就像一只 没有航行方向的船一样 不但无用 而且充满了危机 很危险啊 那圣经里也有一个故事 当西律王过生日的时候 他的妻子 就在众人的面前跳舞 西律王当天很开心 他也很喜欢 那他就跟他的妻子说 只要他要什么 西律王都会给他 这个话也是说在众人的面前 那西律这是发誓 说他要什么他都会给他 后来西律王的妻子 就被他妻子的母亲 被他的母亲所指使 他说他要施洗约翰的头 其实当时 西律王他也觉得很 很挣扎 也很忧愁 但是他因为 算是已经夸下了海口 也算是已经发了誓 要什么都会给他 所以他也不得不杀了 施洗约翰 这也是很大的一个 言语上的过失 从中我们看出 那如相反呢 如果我们的话说的合疑 真言书也告诉我们说 一句话说的合疑 好像金苹果洒在银网子里 可见 合疑的话是多么的珍贵 而且呢 是充满了智慧 说出该说的话 说上帝让我们说的话 就可以造就人 就可以祝福人 我们过年呢 我们彼此都说好话 说祝福的话 我们听了都很开心 都很喜乐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在 过年的时候 才说祝福的话 那岂不是很吝啬 一年365天 很长的时间呢 原来神的话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随时随地 说造就人的好话 叫听见的人得益处 阿们 感谢主 我们再来看火 火 第三个比喻 火 我们都知道 星星之火 可以燎原 火的危险 不单是因为 它能把东西烧毁 而且它还会 蔓延到各处 继续地燃烧 继续地破坏 小小的火 能把最大的树林烧着 就是因为 它是不断地扩大的 燃烧的 我们看到澳洲 美国的大森林 只要有一点点火苗 整个大森林 都可以被烧掉了 甚至是住在森林附近的人 都被迫 不得不搬走 2019年 澳洲的那一场大火 弟兄姐妹还记得吗 当时的那场大火 足足烧了四个月 也烧掉了 一千多万公顷的土地 我们一公顷是多少 我们思想一下 我们有一个概念 一公顷呢 就等于是 1.4个足球场 那么大 所以一千多万公顷 也就等于是 一千多万个足球场 哇 这样大的面积 都被烧掉了 天气炎热 干燥会引起火患 或者是有人 只是丢一个烟地啊 一个小小的烟地 也能够造成 那么大的破坏 舌头就是火 因为舌头的惹的祸 也像火一样 会继续不断地扩展 蔓延下去 经文也说 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 弟兄姐妹知道 地狱的火吗 其实地狱的火是很可怕的 主耶稣说 地狱的火叫永火 所谓的永火 就是永远烧着的 所以永生 是我们极大的盼望 我们的生命 不是要在地狱的火里面 我们的生命 是要跟我们的上帝 永远同在 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一起说 阿们吗 阿们 阿们啊 感谢主 舌头也是不止息的恶物 那我们看经文 我们就知道了 一切的动物啊 无论是走兽啊 飞禽啊 昆虫啊 水族啊 就是天上飞的 地上跑的 海里游的 这一切都可以被制服 只是舌头 没有人能制服 虽然我们人类 能够凭借着上帝所 赐给我们特有的智慧 来制服各种的身外之物 也使他们能够被人类使用 但是人却还不能制服 自己身体中的小舌头 甚至是许多属灵的伟人 都深深地觉得 他们在自己的话语上 特别需要神的扶持 特别需要神的恩典 诗篇三十四篇十三节就说 有何人喜好存活 爱慕长寿 得享美福 就要禁止舌头 不出恶言 嘴唇 不说诡诈的话 诗篇一百四十一篇第三节 诗人也说 耶和华啊 求你禁止我的口 把守我的嘴 所以我们也 真的是要常常这样子 向上帝祈求 好 我们再来看 不要一口两舌 为什么不要一口两舌呢 弟兄姐妹 原来我们的言语啊 我们口中的言语 是关乎到神的荣耀的 因为我们应当用舌头去 颂赞父神 用舌头颂赞神 这是上帝造我们舌头的用处 但我们如果用舌头 颂赞神 就不该再用舌头 咒诅那照着神的形象 被创造的人 人既然是神的 是上帝的 很伟大的杰作啊 照着神的形象 按照神的样式 所造的 那么我们 真的是要尊重神的话 我们也要尊重 按照神的形象 所创造的每一个人 倘若有人呢 让你觉得 这个人呢 好像是禽兽不如 真的是禽兽不如 很想去骂他 那我们要思想 上帝的创造 他也同样 是被上帝所创造的 也是按着上帝的形象 所创造的 所以如果我们 一面用舌头颂赞神 一面又用舌头 咒诅人 就显出自己的矛盾了 不是真心的颂赞神了 或许我们弟兄姐妹 都在很殷勤的读圣经啊 读圣经我们也看到 为什么旧约 或者诗篇中有咒诅的话呢 事实上 不只是旧约和诗篇 新约当中也有咒诅的话 打个比方啊 就是加勒太书一章第九节 说我们已经说了 现在又说 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 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 他就应当被咒诅 旧约的先知 或者是新约的使徒 都是奉上帝的旨意 宣告神的话 有祝福 也有咒诅 宣布那些咒诅 是因为神认为 那些人的罪 是该受咒诅的 但是我们今天 我们已经来到了 新约的时代 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已经为了我们 受了咒诅 就熟出我们脱离 律法的咒诅 所以我们就不应该 存着恶毒的心 顺着自己的私欲 说咒诅人的话了 一切的咒诅 主耶稣都已经担当了 感谢主 感谢主啊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听了这堂道 也让我们思想一下 我们的舌头 是荣耀主名呢 还是骂人呢 我们是常常安慰人 鼓励人呢 还是伤害人 攻击人 甚至是挖苦人呢 我们既然称神为主 祂是我们生命的主 祂也是我们舌头的主 圣灵在我们的心中 感动我们 带领引导我们 因此 让我们口出恩言 我们不仅是对家人 对朋友 甚至是对我们不喜欢的人 我们也都要 常常地口出恩言 我知道这是一个 很大的功课 我自己也在学习 但是靠着主 在信心上 我们可以做一个 蒙神喜悦 蒙神赐福的人 也能够做一个 在神 在人面前 蒙恩的人 阿们 好 让我们一同来祷告 是的主啊 在言语上 我们常常都有过失 这时候 求主圣灵光照我们 赦免我们口中 所出的一切 神你不喜悦的话 求主你帮助我们 叫我们常常心里 口里都能够柔和谦卑 求主常赐给我们 当说的话 帮助我们 常常以言语 扶持软弱的人 也能够常常给人 带来激励 带来安慰 叫我们口所说的话 常有主圣灵的引领 造就人 劝勉人 鼓励人 让我们常因 口所接的果子 而保得美福 奉主 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 阿们 阿们